台湾期货交易所 旅今年1月22日将台积电期货 还有小型台积电期货纳入期货的夜盘交易 据了解 目前主管机关与各券商周边单位规划中的版本 就是要将现在现有的262档个股期货 规划分三个阶段纳入夜盘交易 这些都是我们台股金融衍生性商品 我们的金融商品主要可以分为两种 两大类 一个叫现货 一个叫衍生性商品 衍生性商品就是你们所知道的 什么期货 选择权 权证 公司债 还有这些杂七杂八的 通通叫衍生性商品 也许你会觉得奇怪 那为什么不开放现货 现货只有一种啊 不能说现货 我一直开很多啊 不能这样解释 但是有一个观点 各位一定要清楚 就是 结算的时候 不管你是哪一种期货商品 不管你是哪一种衍生性商品 都是要看现货的价格 所以这一点请你一定要清楚 很多人会解读说 哎呀 是衍生性商品 期货带领现货 事实上我告诉你 这是不对的 永远是现货带领期货 所以这一点请各位一定要清楚 那么我们第一个阶段 就是要纳入台积电的期货 还有小型台积电的期货 第二阶段就是要纳入 在美国挂牌的ADR的个股 第三阶段就是要纳入 所有的个股期货 那目前在美国挂牌的ADR的 有台积电 连电 月光头控 友达 中华电 南茂 六达 也都是有期货 齐交所在挂牌交易的 各期货个股 那也就是说到了第二阶段 除了台积电之外 其他五档 各股期货 都有极大的机会 会纳入夜盘交易 他们纳入夜盘交易的时间 个个不一定 不是说都统一哪一天 现在还没有统一的时间 就是可能会分批 分个个位的每一个 不一样的方式 进入到市场里面 那为了怕有观众朋友 不知道什么的期货 与个股期货 那么现在呢 王同稍微跟各位解说一下 期货是允许未来可以买进或卖出的 某一标的物的契约 期货的交易单位呢 我们称为口 以股票的交易单位 张是不一样的 我们买一个期货 就是我买一口 买两口 买十口 那么我买股票 就是我买一张 买五张 买二十张 买三百张 是不一样的 这是我们的话术 在解读方面 名词的解读 是不一样的 那在从事期货交易时 双方必须要依照契约总值 缴交一定陈述的金额 就称之为期货保证金 你要操作期货 你的保证金不足 是不可以下单的 但是你要去买现货 就算你今天的户头是零 你也一样可以去买现货 因为我反正在明天后天 把钱补上就可以了 但是期货不行了 那期货保证金 又可以分为原始保证金 还有维持保证金 那么你们如果有做过 期货交易的人都知道 我们的对账单上面 就有这两大项目出来 一个就是原始保证金 还有一个就是维持保证金 那么原始保证金就是指 投资人进入市场交易时 所必须有的保证金 那么每一种商品 它各自有不同的保证金 一般期约总值为5%到10% 通常会随着期约价格的变动 而所有调整 例如说我们的指数 在高档的时候 我们的保证金也会相对提高 如果指数降到低档的时候 我们的保证金也会减少 举例来讲 现在大盘的指数在台股 台股到了18000点 那我告诉你 我们保证金就一定会提高的 那怎么提高法 券商他们会自己会研究 那如果说我们的指数 现在跌到了15000点 跌到16000点 那我们的保证金也就会下降 那降多少也是由券商他们会开会去讨论 所以这一点我必须要跟各位讲非常清楚 而不是千篇一律的 你们千万不要误解了 那根据王同学询问营业员得到的资讯 目前台子旗大台一口的保证金需要167000元 小台一口要42000元 这两个数字不是固定的 我再强调 这两个数字不是固定的 是随着行情的变动也会有起伏 而维持保证金通常是要原始保证金的75% 好了这句话就请你听懂 要维持保证金就必须要你原始保证金的75% 假如万一你没有达到75% 那我告诉你 那就要被券商断头 那你如果在75%以内都没有问题 那你说如果跌破了75%怎么办 我就要立刻补钱进去 那补钱进去 只要你户头有钱 券商就不会把你断头 若客户保证金账户中 每日计算浮动损益时的余额低率 维持保证金 习货金商就会通知客户 补缴保证金 至原始保证金之水准 那这个案例呢 也发生过太多次了 很多客户啊 因为他的保证金不足 那户头里面又没有其他的钱 那只有一条路 断头出厂 就是认赔出厂 所以这种情况发生的时候呢 我们就称之为断头 现在大家都清楚了吧 好 再来 期货的特性在于可多可空 不管是指数型期货 商品期货还是汇率期货 都是一样 像是个股息也是一样 都一样的哦 不是说像一般的股票 放空就有很多的限制 像是借不到券啊 或者停券啊 还有股东会钱呢 要强势回补啊 这些在期货里面没有这种问题 所以在这边王同来解释一下 什么叫指数型期货 像是台子期 电子期 金融期 这些都叫指数型期货 还有呢 我们市场上 还有一样东西叫做 副台期 那么在过去 我们有摩台期 摩台期后来取消了 但是摩台期 现在新加坡市场 依然在交易哦 所以这个商品 是台湾没有交易 但是在新加坡市场里面 还是有交易的 当然了 期货又根据保证金的高低 要分为大台及小台 大台一点就是200块 小台一点就是50块 所以你就把大台当作四口小台来看 就可以了 就是这么简单 现在大家都明白了吧 那至于什么叫个股期呢 个股期就是以单一的个股为标的的 期货商品 除了台积电 期货 大力光也有期货 一般而言 只要是这家公司不差的 我们的个股期通通有 所以讲起来是一箩筐啊 非常多 但是你会讲 那我们去买现货 还是要去买个股期 那就要看你的情况了 个股期后的保证金 是标的证券价值的13.5% 当保证金低率价值 证券价值10.35%时 就会被追缴 而每一口期货表彰 2000股的标的证券 讲白话一点就是说 一口个股期就等于两张股票 个股期有时间性的 个股期有结算日 它的结算日跟着我们 大盘期货的结算 但是你如果买现货 就没有这个问题了 你爱放多久都没事 你放10年都可以 你放20年都可以 但是个股的期货就不行了 那么另外啊 个股期货的最大涨年幅限制 为前一个营业员的上下10% 也就是跟股票是一样的 那现在再跟你说明一下啊 个股期有涨跌幅限制 就是10% 现在大家都清楚了吧 那与股票相比 个股期货具有低交易成本 小资金就能够投资 交易弹性适合短线等优势 在交易成本方面 从手续费来看 期货 股票期货是以口计算 是以口计费 股票则是依照市值上限的千分之1.425来计算 所以这个地方就是不太一样啊 那我这边再补充说明一下啊 我们的台子期 电子期跟金融期 一样是有10%的涨跌幅 但是几乎是看不到 那我在股市里面这么久的经历 大概就看过两三次而已 那两三次这个情况呢就是跟政治扯上关系的啊 剩下的正常情况交易都没有这种情形 包括地震 射飞弹都没事 不会到10%的 但是个股不一样哦 个股有跌停都有 你要我们的台子期跌停 那就代表是我们今天大盘的盘面 全面通通跌停 我们的台子期才可能跌停 请问有这种可能性吗 没有嘛 所以这一点就必须跟各位讲得很清楚 从交易税来看 个股期货买卖合计收十万分之四的交易税 那现股当初卖出的交易税是千分之一点五 那么现股当初交易税是期货的37.5倍 另外呢 现股当初做空限制较多 这最常见的就是遇到除权期间的净空令 还有呢 个股期就没有这个问题了 现在现股当初跟资卷当初容易搞混掉 那么个股期的交易进出就相对单纯很多了 就也很容易懂了 那不过大部分的股票都可以现股当初 当然呢 那些不能够当初的就是全额交易股 还有本身就不能够融资融卷的个股 例外 目前呢 我们有262档股票 有个股期 详细的名单呢 请各位自己上其交所网站来看 与现在的现股当初来比 选择相对少了许多 至于为什么要把个股期货纳入期货夜盘交易呢 为了就是要提供交易时避免以及调整部位的机会 大家仔细的想一想 上市贵公司的法人说明会 是不是通常会在股市收盘之后才举行 就是因为怕什么 怕在盘中举行的话会影响到行情嘛 所以他就是尽量在收完盘以后才举行 那么现在呢 如果这家公司的法说会突然会爆雷 哎呀爆雷就是说 财报比大家预期中的差很多 或者是未来展望很烂 那手中有持股的人 是不是隔天就要用跌停价卖出呢 诶 这时候呢就要问公司中长期展望 是好还是不好 这时候如果短线遭遇到逆风怎么办呢 那你就可以用夜盘的个股期货来避险 这就是我们夜盘交易的最大目的 把各位的风险程度降低 但是我必须要强调哦 到底是你要买还是要卖 到底是你要做多还是要做空 这个没有一定的哦 这都是个人自行的判断 再来呢 台湾的个股期都纳入到夜盘交易 还有一个好处 就是能够跟国际接轨 哎呀这个就是已经不用再讲太多了啊 就讲最简单的 近期你看到辉达的股票创历史新高 美国辉达股票创历史新高 那么我们如果台股跟辉达有关系的个股 是不是夜盘就可以去买了 哎 夜盘就买了以后 你明天呢 就可以期货的部分 就可以获利出去了嘛 对不对 哎 这个就是让各位可以赚钱 但是你如果操作不对 也很容易赔钱 所以我刚刚讲了哦 盈亏要自付 那我们台股的正常交易时间 是从早上九点到下午一点半 那这个时间呢 刚好是欧美人士睡觉时间 但从下午一直到隔天凌晨的五点的 期货夜盘 就是欧美股在开盘 他们在操作股市 所以这里王同必须要特别说明 指数型期货 大台小台电的期 夜盘时间都从下午三点到隔天五点 至于台积电期货 以及未来其他个股期货 夜盘交易时间是从下午五点二十五分开始 一直到隔天的凌晨三点 这中间让美国人可以参与 不一定要买卖美国的台积电AD 也可以买台湾期货挂牌的台积电期货 今天我想王同光是这一部分就帮各位讲了很多很多了 我想今天最后还必须跟你讲一个重要的观点 就是说在过去 不管是新闻媒体还是法人 常常以台积电ADR的涨跌 来判断台积电的现货开盘涨跌 但是王同在这边必须要告诉大家 等到台积电期货可以在夜盘买卖时 这个情况就不会有了 因为这时候大家都会综合判断 综合研判台积电的涨跌 而不是单纯看ADR 我在这里还需要再强调一句话 台积电的ADR是期货 台积电2330台积电的现货 永远是现货带领期货 不是期货带领现货 所以这个观点请各位一定要清楚 今天我就帮各位讲到这里 我想今天内容已经很多了 最后我必须要稍微给各位讲一个图表 这个图表就是各位可以看到一个表 叫做个股期货股票及信用交易的比较 最简单的手续费 手续费如果是讲股票的话 就是上限为1.425 那么利息就是没有 因为这个是属于你买现股 哪有什么利息 但是交易税就不一样了 交易税卖出的时候 课征千分之三 买进的时候是没有 这是我们指现货 那么个股期货的话 就是由券商跟投资人可以溢价的 这个就不是一定的 这是指手续费 手续费的 那交易税的都是很少 如果说我们单纯讲一口 一口交易税大概是不到200块 进出合起来不到200块 好了 今天呢王瞳应该帮各位讲到应该很清楚了 那我不能讲说非常非常的清楚 那如果是讲到非常非常清楚的话 就等于在上课了 那这个上课的话 那时间至少超过一个小时 今天我已经把很多的重点浓缩 讲给各位投资人听 希望各位能够明白 最后我还要再强调一句话 市场上很多人判断错误 认为说期货带领现货 那是大错特错 永远是现货带领其货 大家千万不要被误导了